Jasica很緊張 我們第一個遊戲要玩什麼好啊? 第一個遊戲就是聖士D多少 相信大家也有玩過的 這個遊戲就是要參賽者鬥快鼓一首歌 鼓中了之後可以打一條問題 一條就是100分 這樣可以補答一次 那我們還等什麼? 我們快點開始吧 好,現在就播第一首歌了 開始 B 單車 是的,那首歌就叫做單車 第一條問題就是 在什麼情況下需要各包皮的 A就是包皮情深啡色 B 包皮有毛 C 包皮過緊 D 包皮波長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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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夜高山禮貢》 對,Philie好像又回答了 很害怕,Philie 就是C,體外射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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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正確,C,體外射精 其實是最吸引的避孕方法 因為男性在性興臣時 會分泌一些少量的液體 當中會含有少量的症子 其實已經足以令女性懷孕 而其答案D 其實計算安全期 都是第二個不可測的方法 所以最好就是組織一個安全公司 那我們下一題吧 心淡 不對,這首歌就是心淡 Karis聽清楚題目 緊急避孕縣有兩種 如果發生不安全性行為之後 最遲是要多少小時內服用呢? A,24及36小時 B,36及48小時 C,48及72小時 B,72及120小時 D,36小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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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,答案不是E 所以,Karis又要回頭了 所以我們就播 另一首歌 找人報答 小誠哥 對,答案就是小誠哥 你還記不記得ABCD的選擇嗎? 答案是A 答案不是A 我拿到什麼東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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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要開估了 我們只是一次補導的機會 答案是多 72及120小時 發生不安全的正行為後 應該要盡快医生 及家居會求助 處方事後院 作為一個緊急避孕 雖然性交後 72及100小時內服用都可以 當然越早就越好 但要提醒大家 緊急避孕可以作為常規避孕的方法 因為重複使用 會減低避孕的效果 所以如果有需要 就應該使用其他可靠的避孕方法 我們就來到第四